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郑氏不仅怀孕 还给唐献宗生了一个儿子 唐献宗得到这个儿子后 很是高兴取名李晨 封为光王 然而后宫一直都是一个是非之利 民争暗斗不断 阴谋诡计曾出 在这样的环境下 郑氏在宫里又没有靠山 李晨母子一直生活得战战兢兢 即便如此 李晨还是在一些宫片中受到惊吓 生了一场重病 从此李晨成为了一个傻子 因为李晨是傻子 所以变成了众人取笑的对象 然而有一个人却不这样认为 他就是后来的唐武宗李延 李延认为李晨是在招风卖傻 以此让众人来放松警惕 于是在他当皇帝后 多次对李晨动杀机 比如让他从马上摔下来 把他埋在血堆里 甚至把他绑起来扔进茅厕 结果傻子李晨依旧没死 为李晨的顽强生命力 唐武宗李延决定明着要杀掉这个傻子 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行动 唐武宗就病危了 在他厌弃的时候 本来想着让自己的儿子 自己成皇位 可是宦官们就不同意 一致认为傻子李晨才是最佳的人选 没想到他们的这一决定 后来竟给他们带来了命令之灾 李晨在傻了36年之后 稀里糊涂了 就成为了大唐皇帝 宦官们本以为 这个傻子坐上皇帝之后 可以借皇帝之名作为作福 没想到李晨做皇帝后 立马就变得精明能干 第一件事就是将皇权 收回自己的手中 杀掉作为作福的太监 开始历经土治 同善如流 汤朝竟然在此中兴 人们称他统治时期为大中之治 李晨也被称为小太宗 好了 本期的自作说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喜欢就关注我们吧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